各位朋友,大家好 又是TWICE TV玩具堂 深水評刷時間 我是Brian Lo,你的主持 今次介紹的又是Kobe 那說的是什麼呢? Kobe一直介紹我自己 主要是集中了二次大戰的東西 戰車、坦克、戰機、轟炸機 甚至是戰艦 其實最多朋友收藏的 當然應該是陸上的東西 裝甲車、步兵車、炮 甚至是一些坦克車 船隻方面 主要吸到大家的眼睛 是很巨大的戰艦 為大家介紹這次的船隻 就有些不同 是什麼呢? 就是LCVP Hagan Boats 其實聽我的名字 大家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一提到雷霆救兵 裡面 Tom Hanks帶著隊步兵 去登陸 博曼大陣 就是這一隻 其實在過往 自己在收集一些 二戰的模型 或者一些產品的過程 其實反而接觸多一些 另外一些登陸艇 美軍的登陸艇比較巨型 可以裝到船艦進去 這次這隻 其實單單是裝作戰人員 其實它的容量 可以裝到36人 其實是迫得很厲害的 在雷霆救兵的戲裡面 其實它站得比較疏 實際上我看歷史的資料 或者圖片 其實站得很迫很密 可能超載 不知道裝到36人 因為當時 戰場上 你知道要爭取時間 和資源 如果一隻艇裝到36人 跟一隻艇裝到48人 其實差很遠 因為已經可以把最多的作戰人員帶到目的地 而這架 這架 LCVP 基本上只是單單陸艇 當然有最簡單的兩枝砲 即是機關槍 重機槍 可以幫忙保護一下 來自空中的襲擊 或者來自陸上的襲擊 我們馬上去看產品 好 介紹產品之前 當然要先拍照 這次我們介紹這架 沒錯 第413 太近看不到 它有一個規模是1比35 其實它在使用的是1比35 換句話 它也有一個隱藏規模是1比35 但這個不當然代表官方的說法 但它在使用其他正常的Kobe人 即是換句話 這隻比35 那其他人也比35 其他人也比35 不過這個真的只說 另外就看到了 510塊 有3人 這個喜歡坐人 很便宜的 三隻人 另外就是510塊 不要看它的船仔細細 也有這麼大的 數量的寂寞 可能小塊是有好處的 其實這個盒子我覺得比較正 因為那些海水 好像真的海水一樣 有戰機背景 大戰艦背景 還有水花彈器 這個畫面好像比平時的漂亮一點 不知道是不是有主觀呢 看看後面 還有寫明這是75周年D-Day的紀念版 D-Day的紀念版 後面這裡你會看到 都是另外一個觀圖 主要是說一些功能 稍後會跟大家詳細地說 其實這個產品有什麼東西可以用 旁邊這裡都是 展示了一些功能 我稍後會跟大家在影片中說一下 另外就說明書一會兒一起看 是嗎 好 繼續和大家看看今天的產品介紹 就是我們這一架COBE的LCVP Hit Games Boat 就是二戰時期美軍用來登陸的 一個裝作戰人員的登陸艇 你看到現在正在轉 看到裡面的內籠 還和大家慢慢去介紹 我們先看看一些說明書 好了 說明書 很清楚 規格是有的 大家都很開心 因為這次的配件是不少 除了主體的船之外 三個兵 還有一些障礙物 沙灘上的障礙物 好了 後面 有介紹 Trippis 其實遲些有機會 跟大家介紹這隻 比斯麥的應該有 好 看看內部的 裡面一些的 叠掃 都是長征式 揭一下 砌船底 大家都會關注砌什麼 通常都是砌船底 砌上去 好了 到最後當然就是完成了 好 還有一張不少可以的 就是這張卡 看船底也有 不錯 我覺得這一組上映得不錯 OK 好了 我們先講講產品 我們先講講人仔 好 這次呢 其實我們比較少介紹美軍的作戰工具 這次見到的美軍 即是陸上步兵來說 挺帥 比較輕鬆 我不喜歡這樣 我覺得 比想像中 可能美軍真的會這樣 比較簡化 這次的 服務比較簡單 我覺得挺適合的 還有樣子有點驚慌 十足設計 裡面 登陸前的樣子 看下第二個 這支M1 移印方面都是一樣的 有布袋的包裝 這個樣子就很緊張 其實效果不錯 看它的美軍 令我深思思想買出美軍 據聞暫時斷貨 再看第二隻的美軍 這個就很緊張 理論上應該是高級的 再看第三個船員 開船的大叔 這個樣子更有趣 當時美軍登陸 有一點意想不到 剛剛遇到那個沙灘 德軍有一個重武裝的部署 有一個很激烈的戰事發生 日後大家為人進入歷史的場景 當然我們記得當時的英雄 然後我們買到後期 啟船之後還有一些配件 那怎麼可以沒有這兩個東西呢 其實它做到很簡單 1 2 3 3 3條長的節目就做到的了 那 就有少少小配件 但做出來都非常正 那你見到就是 大小 喜歡啦 因為有些障礙物大小小 沒有記錯 有些是高過人的 有些是小一點的 有些是小一點的 好 船呢 近距影 這些號碼 就跟回飼料的圖片 就是飼料的圖片 那內籠要看看 通常通常都看不到 那看內籠 如果真實船是裝到 36個步兵的話 都幾逼的了 我想這裏都很敏 真的像沙天魚一樣 如果裝載超載 就更加不行 好了 這架是多了那些件 我連組件 好了 整隻船呢 連救生圈都有 駕駛座位 很正常的 一個人就夠了 其實是普通的 駁艇 表面上 當然 裝甲就厚很多 駕駛座位 旁邊呢 除了號碼之外 這個呢 就是那個 就是我們前面的 放下來的 那塊 叫做搭板 走著就收起它 就叫做 裝甲 叫做保護 放下就叫做搭板 就下沙灘 那這條繩呢 這些繩呢 就連起來 也都 這裡是轉得的 但是呢 大家可以收的時候 它發覺是 功能 就真的扯到 但是放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著 你弄這樣就放 因為這個 這個板的重量很輕 它就不足以 聚得動 就是有拉力 所以呢 人手拉一會 你可能會扯到 這兩顆 小的部件 大家玩節目知道 就是有些 不能當實物 用的 但是呢 它是一個 有機械性的 組裝來的 我留下這個 打開這一下 是不是很震撼呢 呀 好 這樣就裝了 很多人在這裡 那再放在上面 那你見到 兩邊呢 有些防滑的紋 那其實呢 我想 我就暫時 沒買過一些 的美軍的 的車 的 的急保車 那些叫做 JIP 那但是呢 就應該段故 放得下的 就是德國應該放得下 小的 但是呢 彈一下就放不下 因為這架 根本不放裝 裝甲部隊 那 船長基本上 不坐在這個位置 OK 好了 那講完船身了 那些人就可能會滑下來 好了 這兩把重機槍呢 其實都是有檔板 那 嗯 它這裏呢 的設計呢 就 轉不到的 就是這樣 左右轉不到的 就是上下 那當然你要轉 就動這個位置 動到的 那 但這裏就有個 洞洞給船員 藏身 的 譬如 這個是一個 開機槍的 一個 船員 那 我可以載到 那 兩個位置 那些船呢 就是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 下面這個也是檔板 這個檔板可以關 這個就沒有 美國棋 這些棋子很難找 每一盒都只有一個 不多的 船身沒有什麼值得說 底部就沒有螺旋掌的 因為可能方便你放在桌面 這樣展示 那 船底就沒有螺旋掌的 那 船底就沒有螺旋掌的 船底不太淺呢 都應該是在登陸艇上 都是沒有什麼 在水平線下的部分 因為要去沙灘 那 這個呢 很簡單 就是動的東西 前面的 就是 搭板 機動性的 有 隔細艙 水泡 兩支重機槍 可以裝備人 但是就不夠人格 只有三個人仔 那你要買兵的 那 所以這個 可能買了一隻就要焗你 買多一些Kobe的兵仔 美軍其實 其實外面都比較難找 好了 船身的外型 挺滿意的 我自己就挺喜歡的 就是沒有投訴的 那 大小方面 給35 都算是合理的 就是勉強追到36個 作善人員的 好了 那今天這隻呢 簡單單介紹完畢 好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ToyceTV 以及我自己個人的Facebook Brian Lo 另外就是 我們YouTube Channel 都很需要你的支持 請多多訂閱我們 那你們每一個支持 都這麼重要 所以每次都不厭其煩 學習其他YouTuber 看待大家 Like我們 好 好 今天就去到這裡 多謝 拜拜